国发会公布了去年12月份的景气灯号 转为代表景气下滑的黄蓝灯 综合判断分数是比上个月衰退来到23分 国发会指出了因为国际情势风险提高 但是国内主要的研究机构是预测 今年的经济成长将会和去年持平 对整体的经济展望他们是抱持乐观态度 百惠业者出销大战吸引民众排队进场 抢购优惠商品 台湾内需市场社会就业改善 激励买气回温 不过国内景气挑战连续11个月绿灯 却宣告失败 让起经济下滑极想的黄蓝灯 那个灯号会往下 那分数会下滑 那最主要是因素是因为 102年就是它基期的12月的那一个基期 它其实它的那个机械这一项 它的增幅特别高 所以导致说因为我们是算年增率 所以导致在103年就是去年 就是12月的这个景气 在机械及电机设备进口值这项 表现得比较不理想 海关出口制造业销售 还有机械与电机设备指标 全部由黄红灯变成黄蓝灯 营业测验点较11月呈现下滑 减少4分 国发会强调 国际原油从100元高点 崩跌到45美元 扩大国内消费力道 半导体新制程开发 也会增加投资益助 但部分产业相对表现弱势 原来就有的厂商 产业会受益 有的产业会受害 它或许对石化 就是石化部门啊 可能比较不利 可是它对于运输的部门 或是对用油比较多的一些部门 其实它是有利的 所以它整个对整个整体的GDP来讲 它是一个正面的 国发会释出最新看法 对美国经济稳健成长 加上欧洲量化宽松 带来全球供需成长 认为整体趋势稳定 将维持温和成长走势 林志远 陈维佑 台北报导 地区